和男友在一起第七年,他出轨了,朋友调侃,问他怎么换人了,他笑得博良,我要换女人还需要理由,我转身离开再也没在他的世界出现,慈善拍卖会上他求我回家,我亮起无名纸上的戒指时他傻了,他眼底阴霾,还不打算回来,我礼貌微笑,抬起无名纸的钻戒,抱歉,你来晚了。 再见思匪,是在一个慈善拍卖会,为了拍下翡翠镯子之意,我频频举牌,就在即将以两百万的价格拍下时,一道清冷的男生懒洋洋响起,一千万。 我的心猛的一沉,僵硬侧头看去,盈盈绰绰的人群把我和他隔开在两端,只瞥见男人硬朗的侧面,刀刻般的下颌,现脸了圈弹影,那脖尖急凸便在这阴影里,无声张扬性感。 两年不见,他看起来没什么变化,又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,但扯着唇角,依旧是散漫慵懒吊吊,天生周身气度给人的感觉,却格外疏冷阴沉。 司斐这是什么意思?好友温书凑过来,语气不满,他是故意要和你抢的吧?我淡然收回目光,不至于,用一千万来消钱买高兴,在司斐这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。 可他明明知道这镯子对你多重要。是啊,他知道。我不自觉品出了口腔里的色意,那又怎么样?加价,咱一定要抢。 温书气不过,多少钱都行,算我送你的。我哑然失笑,算了。这位爷看上的东西,从来都是势在必得的。和他抢,没有半点胜算。拍卖会结束的晚宴,一姑娘端着香槟来和我打招呼。 顶年轻的姑娘,嫩得能掐出水斑,娇美欲滴。像二十岁时的我,连左眼下那眉小小的泪质都一模一样。 他甜甜笑道,堂岁姐姐,以前一直看你的戏,可喜欢你了,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。 我看见他举高的手,浩白细腕间一只银润贵气的镯子。是司斐拍下的之意。注意到我的视线,他露出一抹娇羞,我男朋友送的。 他特意转头冲步远处指了指。我顺着看去,一厢并影的人群簇拥里,金贵的男人如有感应,向他投来关注的目光。 姑娘娇俏地红了脸,隔空和他含情对视。这一幕,我怎么看,都觉得唐突。 堂岁姐姐,我看见您好几次举牌,这镯子对你是不是很重要啊? 姑娘明媚地笑容中有点抱歉,我都说让给你了,她非要送我,怪让我不好意思的。 我玩味地看着她,没搭话,她不安地抿了抿唇,你是不是很失落呀? 关你什么事?温叔先忍不下去,你和我家碎碎很熟吗? 显眼包。他许是没想到温叔这么不留情面,颇委屈地咬着下唇。 司斐看到了,谋底阴逸。 我忽觉得心头有点闷,说不清是为什么。 你男朋友在等你? 这姑娘是什么心思,我一点都不想探究。 她没再说什么,快步穿过人群,挽住司斐的手臂。 自始至终,司斐没用正眼瞧过我。 她的视线落在姑娘手腕上,不知道怎么的,突然拨开她的手。 冷着脸离开了晚宴会场。 司斐那个狗东西。 温叔气得咬牙切齿,你和她在一起那么多年,她都没公开, 现在竟然带着梁白威招摇过时。 还抢拍你看中的东西讨她欢心,太过分了。 我抿了口香槟,压下心肩暗涌。 一致千金箔,美人一笑的事,司斐也不是没为我做过。 如今,她为别的姑娘,也不稀奇。 没什么的,放屁。 温叔冷笑,你看不出来吗? 梁白威就是来炫耀的,故意恶心你。 一身小门小户,眉眼力尽的酸气,装什么人间清纯小白花。 我喝尽杯中酒,别生气了,犯不着。 我就是气,你和司斐这么多年, 她偏弄一个长得这么像你的玩意儿来恶心人,真不是东西。 这两年,我已经足够平静。 可温叔的话,还是生生把那段记忆撕开一道口子。 我似乎又站到了两年前那一幕前。 彼时,和司斐冷战一个月后,我打算服软了。 冬夜出雪,我从医院出来,特意去司斐的私人会所找她。 彼时包间里声色全马,我推开门。 正好听见有人调侃问司斐,糖岁呢? 怎么换人了? 司斐蓝散已在沙发,模样清纯干净的女孩儿拿着打火机的指尖细嫩, 壮丝无意地妈撒过她冷硬的下颌,青涩又暗暗撩拨, 为她点了唇上的白烟。 她在薄烟升起时,挑眉望向门口,漫不经心看我一眼。 目光没有丝毫停留,出口的话,巨傲不屑地散漫。 我要不要一个女人,还需要理由?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。 深夜的街头,大雪不歇,寒风刮骨地冷。 心底的凉意席卷至四肢百骸,整个人如同泡在冰湖,刺骨寒意呼吸艰难。 司斐最好的哥们周锦追出来。 嫂子,你别生气,匪哥喝多了,开玩笑呢。 我语气挺平淡,是吗? 真的。 她小心翼翼观察我的脸色,解释道,那姑娘就一小模特,不懂事没分寸,匪哥什么都没做。 哦? 嫂子,你见我这么平静,她反而有些害怕,先进去吧,外面冷。 我静静看着对街,没有动。 那种窒息感逐渐散去时,心口有什么东西也顺势被抽走。 不了。 我轻摇头,唇边露出一丝浅浅笑意,其实她说得没错。 京圈顶级豪门思家的长孙,魂不领的二世祖,众星捧月,金贵得让人不敢直视。 司斐这样的公子哥,自然有目空一切的资本。 年少轻纵自艺,经过身边的姑娘如流水,任凭她们爱意肃尽,不见她动过真心。 她要一个女人,或者不要,从来都不需要理由。 走了。 雪越下越大,我上车离开,周锦不死心地追过来。 嫂子,我头也不回地摆摆手,再见。 和周锦说,和司斐说。 车开进冰天雪地,明明暖气已经开足,我仍冷地发抖。 身体蜷缩起来,把头埋进膝盖,才看看有点暖意。 我想起来,一开始,我对司斐也是避之不及的。 后来怎么就纠缠了七年呢? 很难说清楚,也不敢再回头去想。 那长长的七年,我们爱憎都过于分明。 好的时候,浓情蜜意难舍难分,掐起来时,扎对方心窝子的话又很幼辣。 吵吵闹闹,分分合合多少回,已经很难计算。 到这里,缘分似乎也尽了。 我足够体面,不吵不闹地退出她的世界,甚至连她身边姑娘的长相都没记住。 只后来在异国他乡,偶有人传来她的消息。 听说,被送到她身边的姑娘像我,叫梁白威。 司斐对她百般娇宠,出入她车接车送,大手笔送房送车,为她砸无数的资源铺平娱乐圈的路。 我吸引杳无声息的两年,却是梁白威事业腾飞的两年。 因为和我长相酷似,且资源惊人,她走的路子都和我别无两样。 她也就有了一个小堂碎的称号。 圈里圈外都说,用不了多久,梁白威会彻底取代我在娱乐圈的位置。 我好笑地想,她取代我的位置,岂只是娱乐圈?男人也是呢。 碎碎,你在想什么? 温叔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,我恍然回过神,梅,就是可能喝多了,有点晕。 走,回家。 和温叔告别,回到家门口,我深吸口气,才推开门。 里头没开灯,静悄悄的。 刚准备松口气,灯光突然大亮。 坐在轮椅上的女人,不知道等了多久,满脸不耐烦,冲我摊开掌心,镯子。 我下意识攥紧手,指甲掐在掌心,妈,没拍到。 她先是错愕了下,紧接着暴怒,废物。 下一秒,她胡乱抓过桌上的东西砸向我,保温杯砸在锁骨上,闷闷生疼。 我平静地站着,听她在夜里咆哮,我和你说过,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拿回来,你是不是舍不得钱了? 还是你眼里根本没我这个妈,所以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? 都不是。 我该怎么和她解释呢? 告诉她我抢不过私匪吗? 没法说,也不想说。 她激动地拍打着轮椅扶手,那到底是为什么? 妈,要不算了吧? 闭嘴。 她更加暴躁,身体癫狂地摇摆,拿不出镯子,那你就去死。 我想上前安慰地脚步,无力地停止。 她骂了很久,我没再出声。 随着那扇门重重甩上,世界才安静下来。 我拖着沉沉的步子爬上三楼,在黑暗的落地窗前坐下。 远处的城市灯火延绵树里,如暗夜苍穹燃烧的星海。 我想到那枚戴在梁白尾手上的镯子,也想到丝匪。 这会儿,锁骨上的疼感,似乎也蔓延到了心底。 莫名的情绪和黑暗,一同吞噬了我。 手机铃声突兀响起,我接了起来,却迟迟没人说话。 风声在话筒里迂回撕扯,那人的呼吸混在风里模糊不清。 心头一颤,脑海里拂过丝匪的脸。 是她吧?一定是。 她不说话,和这通电话一样耐人寻味。 我想,她在等我先开口。 等我求她,两个附距离拥有过对方七年的人,对彼此的了解,总也不能算肤浅。 不过,司斐那么高傲的公子哥,能打过来这个电话,应该已经特别不甘心。 要是我再不说话,她估计得恼火了。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,丢到一旁。 闹吧,闹了才好。 我颇有耐心地从拿出一根烟,打火机啪大声开河,吸燃。 不知道司斐被触到哪根神经了,下一秒,电话挂断了。 这不由,让我想起些许旧日情势。 某个晚上她事后烟,我突发奇想,想尝尝味道,拿走她唇上的烟吸了一口。 没经验,猛吸一口,当时被呛得连连咳嗽,眼睛都红了。 司斐幸灾乐祸地笑,该,又含着薄烟魂不领地吻上我的唇,缠绵丝磨,这样肠还不够。 我猜,司斐大概也想到了。 过去的我们有多好,现在就有多难堪。 我没有去求司斐,几天后,却收到他让人送来的之意。 不是,他有毛病吧? 温叔大为不解,和你抢走送给小情人,又拿回来送给你,这不存心隔应人吗? 我不愿意去猜想司斐的心理,只觉得厌倦。 合上盒子,我把东西原路退回。 真不要啊。 温叔反而有些舍不得了。 他沉默了会,说,我觉着,他有点服软的意思,你不领情,他得诈。 我好笑道,他的世界里没有服软两个字。 我看未必。 温叔不以为意,司斐确实做了不少荒唐事,但我觉得,他不想和你断了,就是太骄傲了。 我抚摸着空荡荡的无名纸,这里曾套着一枚宿戒。 势然轻生,两年前我和他就断了。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,节目录制结束。 回家的路上,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,醒来已经到家门口。 深秋的风里已经有了凉意,我堪堪抬头,瞥见那辆价值不菲的超跑,合力在夜色里的人影。 也不知道来了多久,微弓着身,手指有一下没一下拨动打火机。 忽明忽暗的光影浮沉过眉梢,脸去往常的字意张扬,显得极为冷沉。 也危险。 我脚步迟疑了下,他在这时瞭眼往这边看来。 夜色中,瞧不清他眼底的情绪,但被他看着,我仍如芒刺在背。 司斐反手从车座椅捞起装着枝翼的盒子,在手中开合把玩,耐心十足地等着我主动靠近。 他知道这枚镯子对我的意义。 我父亲是个迷信的人,纵然后来他家产万贯,传承了几代人的枝翼一直都是他的心头宝。 他总说,枝翼是有灵气的,要是没有了,也预示着唐家一脉断了。 当年家里破产,所有物品都被拍卖抵债。 这一直是我母亲的心病。 我几经打听,都无果。 好不容易这回拍走枝翼的傅太太拿出来拍卖,我匆匆赶回来,却还是被司斐劫了。 什么意思? 他搭拉着眼皮,声音听起来有些懒。 两年不见,也没有过支言片语,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 可我太了解他,越是平静,暗藏的涌流更剧烈。 我冷淡开口,不要了。 那天看见枝翼在梁白威腕间,我是难过的。 我们过去太亲密,司斐最知道用什么样的软刀子能扎进我的心。 司斐手下的动作一顿,半赏,轻斥一声,行啊,挺有骨气。 夜风浮动,空气里潜藏着不确定的风暴。 他随意抬手,镯子磕在地面上清脆一声,断裂成几节。 我平住呼吸,没出声。 堂碎,司斐的语气很淡,硬是没泄露出一点脾气,不要总挑战我的忍耐。 引擎轰鸣划破夜空,飞驰而去。 我静静站了会,转身进门。 司斐怎么就不明白呢? 我并不是在做在闹。 是我真的不在乎了。 一大早,田女士来接我去试戏。 语重心长和我说,你空白了两年,这是你重回巅峰的最好机会,一定要抓住。 海外归来的鬼才导演沈尹贤,短短三年间,仅用两部戏便问鼎国内外最高电影奖项,风头无两。 由沈尹贤担任总制片人和导演的新戏献给他筹拍的消息一出,自带全民热度。 为了得到某个角色,大小咖位的明星早就挤破了头。 我自嘲笑,那么多大咖在抢女主这个角色,人家凭什么选我一个狐咖? 对于一个在巅峰时期完全空白了两年的女演员来说,这无疑是自毁前程。 沈尹贤那样苛刻的惊世鬼才,大抵是不会选一个我这样的女演员的。 在胡你也是捧回过影后讲座的人,田女士挺乐观,而且我看了剧本,感觉女主的角色就是为你而生的。 我不以为意,娱乐圈向来败高踩低,纵容沈尹贤清高,也难免被资本裹挟。 对这个角色,我是没抱什么希望的,特别是在休息室等候时,看到被众人簇拥着浩浩荡荡而来的梁白威。 田女士去隔壁对接,只有我和小助理在,一个新人排场真够大的。 小助理低声嘀咕,我和尚剧本,温生,少议论别人。 小助理咳咳嘴,显然不大喜欢梁白威。 唐碎姐姐。 梁白威笑盈盈过来,好巧,又见面了。 我微微汗手,是挺巧的。 梁白威的表情有些细微的变化。 很快,她仰起唇角,从助理手中接过咖啡递给我。 出于礼貌,我站起身刚要拒绝,她的手突然倾斜,咖啡洒出来,泼了我一身。 为了配合角色试戏,我穿的白色长裙,污渍尤其明显。 滚烫的热度渗过布料,皮肤刺痛。 呀,她嘴里轻压了声,道歉并不真诚。 对不起啊,手抖了。 她洋装慌乱,拿着纸巾替我擦拭污渍。 笑容甜美,堂碎姐姐,如果我是你的话,就不会来了。 你不知道吧,我男朋友是这部剧的投资人。 她说了,女主只能是我。 我面无表情,哦,挺有意思的。 前头在拍卖会上,梁白威表现得那么镇定,不露声色。 怎么这么快就忍不住了? 许是我过分冷淡,梁白威脸上的笑容有些没绷住。 我没有要和你抢的意思哦。 她捏着嗓子用可爱的腔调,只是你毕竟是前辈,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不是吗? 听出来了,她的意思不就是,你年纪大了,别和我争,工作室,男人也是。 我静静看着她左眼瞼下的泪指,呼得笑了。 你笑什么?如果我是你,就不会干这种蠢事。 我细细擦拭轻瘦指尖的咖啡字,笑问,你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吗? 司斐这样的公子哥,恩宠收放自如,所有的柔情都暗藏残忍。 她愿意宠你,全在一个高兴。 腻了,你的生死都入不了她的眼。 这些年,我不是不知道司斐身边的莺莺艳艳,但从没有一个人感到我跟前叫嚣的。 梁白威是最蠢的一个。 你既然都说我是前辈了,那我总要给你个提示。 拧着她的眼睛,我笑意欲胜,少惹我。 梁白威装不下去了,收住笑刻薄扬声。 堂碎,你不过是被包养过几年见不得光的情人,装什么? 包养? 情人? 我哑然失笑,原来司斐是这么定义我们那七年啊。 不等我说话,门口传来田女士的声音。 梁白威,你在胡说八道什么? 小助理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出去,把田女士叫了回来。 没事,这种争风吃醋的事属实无聊透顶。 我异性阑珊,她只是好心提醒我角色内定了,我们走吧。 内定谁? 田女士指向梁白威,你吗? 梁白威无不得意,我男朋友是投资人,你不会不知道吧? 田女士沉默了,转头看向门口,神岛,是吗? 我这才发现,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个年轻男人。 门廊窗开,匆匆郁郁的绿摇曳。 男人清冷俊美的面容沉在斑驳光影里,说不出的神秘孤高。 明明顶年轻的,周深却是沉脸的老派艺术家气质。 沈尹贤,这名字和她的气质倒很贴合。 嗯,内定了。 男人开枪,语速很慢很沉。 田女士的脸沉下来,梁白威则高傲地扬起下巴。 沈导,我会好好表现的。 我心无波澜,抬脚将走。 刘布。 沈尹贤微抬手,恰道得身是风趣。 唐小姐很介意被我内定。 我微错愕抬头,没忽略梁白威刹时苍白的脸。 她嚷嚷起来,这不公平。 沈尹贤收回手,偏心地坦荡。 抱歉,我不是个讲公平的人。 第二天,收到沈尹贤的合作协议。 田女士很高兴,拿到这个角色,你以后的路就好走了。 我当然知道这个机会对我多重要。 但却高兴不起来,田姐,那天梁白威说,这部戏的投资人,是思菲。 为我这么一提醒,田姐的脸色变了变,你是担心,她没说出来,我们却都心照不宣。 思菲投资献给她,是为了给梁白威铺路。 现在沈尹贤拒绝梁白威启用我,不管是为了梁白威撑腰,还是为了隔应我,思菲撤资的话,沈尹贤必定陷入困境。 我于心难安。 你别想那么多。 田女士安慰道,选择你是沈尹贤的决定,后面会发生什么,她应该有心理准备。 再说,你和四大少爷这么多年,她总会念着点情分,不至于,至于。 我不有苦笑。 我想起那碗思菲摔碎镯子的冷静。 她心里有火。 这位公子哥不痛快,谁都别想好过。 正说话间,小助理惊呼,快看微博,献给她,被撤资了。 什么? 田女士拿过她的手机,看到上面的内容,沉默了。 意料之中的是,我没多少惊讶。 碎碎姐,沈导会不会因为这事就不和你合作了? 小助理忧心忡忡。 田女士白了她一眼,却也说不出反驳的话。 有可能啊,我淡然阳纯。 被资本裹挟换人这事,在娱乐圈并不新鲜。 小助理为我鸣不平,四大少爷怎么可以这样? 他为梁白威撑腰,也不能伤害你啊。 谈不上伤害,游戏规则而已,谁来了都一样。 任何人挡了梁白威的路,都是这样的结局,我没什么好叫去。 田女士焦躁不已,来回踱步。 你能和其他人一样吗? 她愤愤不平,你和她那么多年啊,她还有没有心? 我低头看手机,其实什么都没看,思绪有点散。 似乎人们总说要念旧情,可对于公子哥思绪而言, 我不过是她绚烂多姿人生里,一段并不愉悦,也不值得惦念的过往。 哪来旧情可言? 傍晚,温叔来找我。 小助理喋喋不休,和她吐槽梁白威,提到她泼我咖啡的事。 温叔气得肺都要炸了,她怎么敢的? 仗着有人撑腰背。 小助理不断拱火。 我皱眉看了眼小助理,她做了个闭嘴的动作,不吱声了。 小贱人,我还收拾不了她了。 温叔的火气已经压不住,拿起车钥匙气冲冲往外走。 叔叔,我心到不好,赶忙追出去。 到门口,只见到红色的跑车,挑逸的车尾灯。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。 十六岁时,我家破产,巨大的变故让我在明园圈成为一个笑话。 温叔曾为了我,把一落井下石的大小姐打得头破血流,满地打滚求饶。 因为这时,她被家里丢到国外,吃了不少苦头。 我母亲总说,我是个骇人精。 细细想来,倒也贴切。 温叔不接电话,我也不知道上哪找她。 她要找梁白威,多半是去找司匪要人。 司匪呀! 分开这两年,我们之间没有过一通电话。 前些十日,她倒是打来了,硬生生一句话没说。 手指在她的号码上停留许久,还是拨了出去。 铃声在耳边盘旋,每一秒都是煎熬。 终于,她接了。 可我却又突然难以出声。 她也不说话,话筒里清晰地传来女人尖锐地吵闹声。 我的心头一沉,叔叔是不是在你呢? 司匪似乎是走远了些,音凉凉地挑起尾音。 你谁? 明知道她是故意的,我还是被噎了一下,我是堂碎。 哦,她拖着揽枪,有事。 明知故问。 我心平气和问,你在哪? 我现在过去。 话筒里静默了一会,传来司匪轻飘飘地吃笑声。 找我,找温叔。 听出她的计较,我忍了忍。 嗯。 哼。 司匪的声音倦懒得嘲弄,姐妹情深啊,为了她,不仅打来两年第一通电话,连见我都愿意了。 公子哥惯会阴阳怪气。 我耐着性子重复问,你在哪? 得了,您别忙活。 司匪没了耐心,客气地阴冷。 她一声,她挂了电话。 我无言地听着话筒里的盲音,她的意思很明显。 不想见我,时隔两年,我再次站在这处奢华的会所包间前。 司匪的产业很多,却独爱这一处。 所以,以前还在一起时,她和我闹脾气玩失踪,我总知道到哪儿找她。 她哥们和我业余她,傲娇鬼,生气了连地儿都不挪一下,摆明就是等着你来哄她。 别灌她。 后来,我真不灌她了。 最后一次,这扇门开了右关,如同我的心,关上也落了锁。 我深吸口气,平静地推开门。 浓重的酒气扑面而来,偌大的酒柜,丝匪花巨姿收藏的名酒,全部被砸得稀碎。 地板被五颜六色的液体浸满,玻璃碎片坠在其中,连下角的地都没有。 我环视一圈,没看到温书的身影。 一片废墟里,丝匪靠坐在仅存的一张干净的真皮沙发上,丝毫不受影响,垂着眉眼懒洋洋地拨弄着手机。 头上灯影打下来,在她的眉眼上折出一道浅浅的阴影,不锋利,却冷感破人。 周锦正在和她说着什么,听到脚步声看了过来。 嫂子,看到我,她脱口而出。 这一声称呼,使我一时恍惚。 许是我和思菲那一段真不算短,她叫习惯了。 我没在意,但扯纯笑,好久不见。 是啊,都两年了。 她关切问,嫂子,这两年你去了哪儿? 北欧,我含糊打,欧。 她停顿了一下,意味不明地笑,那挺巧,菲哥也跑过几趟那地儿。 思菲没什么反应,对我们的聊天半点不感兴趣,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 周锦继续询问,过得还好吗? 关于过去的两年,我并不愿去讨论。 挺好的。 我岔开话题,叔叔是不是来过? 眼下这惨况,大概率是叔叔的杰作,我还是抱着一丝侥幸,想确认一下。 对,来过。 周锦忍住笑痕,说是要找梁白威,没找着,像个炸毛的小狮子,一边砸东西,一边骂人。 他瞥了眼思菲,某人的罪行,庆竹难输啊。 额头突突跳,不过悬着的心稍稍落地,还好他没找到梁白威。 他人呢? 周锦还没回答,思菲森冷地说了今晚的第一句话,你觉得呢? 我不受控地迅速看向思菲。 他的目光依旧停留在手机上,瞧着神色寡淡。 但那紧敏的薄唇,又明确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不善和危险。 我刚放下的心,又提了起来。 思菲从小到大众星捧月,向来说一不二,谁让他大少爷不舒坦,年少时那是能要人命的主。 后来年岁渐长,他脸去年少轻狂,玩世不恭地散漫,不过是迷惑人的烟幕弹。 温家和思家有一定的交情,思菲不至于对他下狠手。 但大少爷小小地惩罚,也绝非普通人能承受。 我看着思菲,话说得不卑不亢,叔叔会这样,是因为我,我向你道歉。 今晚你所有的损失,我赔。 赔?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,思菲长腿一收站起来,居高临下腻着人,急尽嘲弄,你拿什么赔? 我一梗,哑然。 是啊,我确实有能力赔他今晚的损失,但是大少爷最不缺的就是钱。 被劈头盖脸一顿骂,思菲能受这气,竭力保持镇定,我轻声道,你提,只要我能做到。 思菲不说话,要笑不笑看着人,巨傲不屑。 被他这么盯着,我后背有点发凉。 这股凉意似乎也窜进心底,整个心都有了凉感。 真要这样吗? 他搭着眼皮,吊儿锒铛,要哪样? 我收起笑意,无声看着他。 思菲的卑劣在于,他明知道你什么意思,就是不予理会,漫不经心地激怒你,看你失控,他却像个置身室外的看客。 这样的感觉,太让人难受,气氛越来越僵硬。 周锦率先受不了,有话好好说,别一见面就剑拔弩张。 滚,思菲不耐烦地扬眉。 得嘞,周锦如获大赦,一溜烟往门口跑。 经过我身边时,笑嘻嘻和我摆手,嫂子,下次见。 我微笑汗手,还是别见了吧? 空气安静下来,我在心中细细盘算最近的事。 自我回来,思菲总是咄咄逼人,虽没明摆着和我过不去,但事事指向我。 两年前,也是在这里。 他说出那一句,我要不要一个女人,还需要理由。 我把这句话默认为我们关系的据点,但好像他并不这么认为。 不然,他也不会在见面后说出那一句别总挑战我的忍耐。 也是,高傲不可一世的大少爷,习惯了在每一段关系里掌控主导权,便是要结束,姑娘也该肃尽不舍千斑挽留。 我的体面洒脱,倒成了他的心结。 想到这些,我心生烦闷。 思菲,是不是我真求你,你就能痛快了? 明明心里堵得难受,我却忍不住舒开眉眼。 好,我求你。 如愿了,思菲应该舒坦了才对。 可不知道为什么,在我说出这番话后,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。 目光死死定在我脸上,唇盼牵起冰冷的弧度。 你觉得我是想让你求我? 不是吗? 上一次,我没求他,他毫不犹豫摔碎之意。 他若没给两百微足够的底气,他怎么敢把咖啡泼到我身上? 现在,他也不见得是真的生温书的气,不过是借机逼我低头,没骨气地求他罢了。 我不觉委屈,但也很难说,一点也不难过。 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七年,我付诸满腔真心爱意,他弃之如碧履,辜负真心的人,反而理直气壮,肆意践踏我的尊严。 你不是说我有骨气吗? 现在没有了。 我微微侧头,眼去眼底苦涩,可以放过我了吗? 砰一声俱响,思飞震怒踹向桌子。 我眉心一颤,终究眉躲,硬生生受着他的怒火。 我真是不明白,你对每个人都能笑脸相迎,到我这却连一句软话都没有。 我做什么你都不领情,只一说不要就不要,别人给你气,受你也要算到我头上。 我以为,凭我们二十多年的知根知底,那七年的相濡以沫,你对我是有过半点真心的。 因为我一句气话,你就可以消失得干脆利落。 他失望至极,偏唇角却擒着一抹笑,灯火明媚间,整张脸都抹上了森冷之色。 可话说到最后,分明沙哑的七黄,堂岁,到底是谁不放过谁。 到最后,思飞甩门而去,巨大的响声震耳,我缩了缩间,久久正然。 手机铃声不断响起,我奄奄接起。 温叔小心翼翼问,岁岁,周锦说你去找思飞了,他是不是为难你了? 没,我强撑起精神,你没事吧? 我能有什么事? 思飞内斯不看僧面看佛面,我哥在呢? 温叔自责地说,是我太冲动了,想着为你出口气,没想到你可能会因此受气。 别自责,他心里不痛快,折腾人是早晚的事。 温叔这一闹,不过是给了他一个契机罢了。 哎,温叔常常叹了一口气,大少爷真的好别扭哦。 我都能看出来,他明明挺惦记你的,又放不下身段服软,竟干些荒唐事,逼你先低头。 他最后总结道,聂缘。 这天晚上,我反反复复想起思飞,然后不得不赞同温叔的话。 是啊,我和思飞真的是一段孽缘。 小时候,思飞不喜欢我。 他打小掌得漂亮,大人们总爱去捏他的脸蛋。 我手痒痒,也伸出手。 被他毫不留情拨开,酷酷丢给我一句,丑八怪。 我哭得好伤心。 稍大些,他还是不喜欢我,从不和我玩。 每天在门口喊他出去玩的小姑娘都不重样,唯一相同的,是都很漂亮。 我心想,肯定是因为我不够好看,所以他才不和我玩。 小小的我,从思飞那尝到了些许落寞。 十几岁时,思飞已经野得眉边,身边的姑娘换了一波又一波。 他还是不喜欢我。 我们偶尔在两家聚会狱上,大人们开我们的玩笑,青梅竹马,如意登队。 大少爷布满皱眉,吊着懒洋洋的金枪,别害我,小仙女谁爱伺候谁去。 大人们哈哈大笑,我直接回对,切,好像谁看得上你一样。 那时候,我的人生顺遂地容不下一丝伤感,哪管他喜不喜欢。 他嫌弃我矫情爱作,我嫌弃他大少爷轻狂离谱。 我们如同两条平行线,在各自的人生赛道野蛮生长,偶有交集,默契地互不搭理。 在很长时间,我都理所当然地认为,我和司斐都会拥有最灿烂的人生,在彼此故事里,成为无足轻重的过客。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了呢? 应该是十六岁那年的冬天吧。 我和司斐的关系,如同我的人生一般,在那一年天翻地覆。 破产风波持续了整个冬天,父亲终成了我怀里一方小小的盒子。 领寒彻骨的冬夜,我抱着他的骨灰盒,任由大雪覆盖,静静地等待着生命抽丝剥茧地离开。 有人火急火燎冲到我身边,以一种疯狂的劲儿把我拽了起来。 清冷的雪光映照着少年司斐好看的脸,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如此气急败坏,额头青筋突出,整个人都气得发抖。 他凶狠地盯着人,堂碎,你是不是有病? 司斐说得对,我真的病了。 我以前虽然是个顶娇气的姑娘,但很少哭。 那段时间,我却常常哭,一整个冬天,眼睛的红肿都没消过。 司斐那样张扬肆意的公子哥,也不知道哪来的耐心, 硬是忍耐着陪我熬过一个个昏天暗地的白天夜晚。 我熬过那段苦难,却也陷入了公子哥的千般温柔。 清醒时,长音身份地不匹配,患得患失,可又难抵他温情浅全。 刚在一起时,偶有知情者,总对我嗤之以鼻,讽刺我落魄千金,拼命抓住司斐当救命稻草。 被甩是迟早的事,真是可怜。 我也是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姑娘啊,自尊强地融入骨子。 所以,我提出把这段感情转入地下。 司斐起初不同意,扛不住我反反复复地磨人。 那天,他掘住我的唇,唇齿相依时,他坏笑问,想清楚了。 什么? 他半真半假唬人,惦记我的人可不少,你到时别吃醋。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,却还是坚定地点头。 那时,我是如此自信。 司斐虽然魂不灵,但出身名门,严苛加训教养刻在骨子,他累落守则,不至于在情感上有损清白。 便是他真的喜欢上别人,也该是在与我划清界限之后。 我是这么坚信着的,可后来,我们大多数的争吵,也都源于此。 追逐他的姑娘前扑后继,虽不见他针对谁动了心,但传入我耳中,终究是带着暧昧以你的。 我有时难忍酸意,免不了一番争论。 司斐云淡风轻地提醒我,怕别人知道你是我女朋友的人是你,忘了。 这是两码事。 我气急,你总可以说自己有女朋友吧。 说了,他们要怎么样,关我什么事? 我做什么了? 他坦坦荡荡地,反而像是我在无理取闹。 我一没和他们牵手,二没有和他们接吻,更没有上床。 他勾唇冷吃,话里携腔带棒,你和那些男演员,牵手,接吻样样来,我不也没生气。 那是我的工作,像是对我的报复,司斐寸步不让,嗯,我也是逢场作戏。 这样的争吵,日复一日,始终无解。 吵得极了,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刺痛对方,伤人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。 年轻的我们,爱恨都轰轰烈烈。 争吵过后,他费尽心思宠,我也就一次次舔尸伤口,清醒地沉沦。 我们不知疲倦地多年纠缠,看月亮说情话,吵红脸字字见血。 那么长的七年,哪怕是吵得最凶的时候,我也从未想过离开。 我以为,司斐再怎么荒唐,都不至于卑劣,可他轻慢地说出那句话,击碎了我所有的尊严。 司斐说我对他没有半点真心,仅仅因为一句话,就舍他而去。 他怎么就不明白呢? 我可以虔诚地付出一颗真心,伤痕累累,也甘之如疑,但是,我永远不会成为他照之即来,挥之即去的人。 他否认我的真心,我亦不愿辩解。 我从不怀疑,我们的确热烈诚挚地爱过,只是飞鸟与鱼,同行一程,终难逃疏途。 我们不同路了呀。 整个晚上,我都沉在梦里。 早上醒来,整个人都有些昏昏沉沉的。 田女士兴冲冲打来电话,神岛那边和我约了签约时间, 他并没有因为撤资风波换人的意思,我们可以放心了。 我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,有点意外。 沈尹贤这个人,真有点意思。 签约定在下午。 田女士早就和沈尹贤这边对过合同,眼下也没什么需要商讨了。 但鉴于这次撤资,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和我有关,但以梁白威对我的敌意,指不定还要搞出来什么幺蛾子。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沈尹贤,和我合作,他或许有麻烦。 一部电影,凝集着许许多多人的心血。 我确实需要这个机会,但绝不能因为自己私人恩怨带来的可能潜在风险,让其他人跟着陷入被动。 我委婉地提起,关于上回投资人撤资,我,和你无关。 沈尹贤淡淡打断我的话,是我劝退的。 我惊讶地让开眼眸,愣住。 沈尹贤严谨一概,我不会接受任何以内定角色为目的的投资。 很不可思议,这一刻我脑子里跳出两个字,气节。 沈导独善其身,坚守底线,难能可贵。 这不是客套话,是真心的欣赏。 唐小姐,你可能看走眼了,沈尹贤说话不紧不慢,却又带了点恰道的风趣,现在我是投资人,你也是内定。 我不是个幽默的人,却还是忍不住上扬了嘴角。 沈尹贤身上,有种矛盾又契合的气质。 他静静站在那,孤高的有距离感,可待人接物,身是礼貌不让人有半分不自在。 我何德何能,入了他的眼。 看着他推到跟前的合同,我没忍住,问道,恕我冒昧,你为什么选中我? 娱乐圈向来残酷,我销声匿迹两年,已经被同期的女明星远远抛在身后。 更何况还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的新人。 我现在的处境,太尴尬了。 沈尹贤在这个时候向我抛来橄榄枝,无疑是雪中送炭。 他那样对电影艺术苛刻到病态的一个人,怎么直接跳过试戏,就定下我了。 我不至于自恋到认为自己的演技无人可替。 无论怎么看,沈尹贤都有更好的选择。 沈尹贤缓缓抬头,语气认真。 唐小姐,你是个好演员,当然,更重要的是,你值得。 临近组,我久违递上了一次热搜。 起因是梁白威的一次采访。 他面对镜头,委屈地红了眼睛,前阵子收到某个明导团队的试镜邀请。 我努力准备了很久,没想到那天去了后,人家直接告诉我角色已经内定了,我甚至都没试戏的机会。 很快,狗仔就爆出梁白威说的明导,正是沈尹贤。 而被内定的那个人,是我。 我和沈尹贤琪琪被挂上热搜。 梁白威的粉丝心疼,自己爱斗,纷纷下场手撕我和沈尹贤。 过气影后,靠着色相肉体和道貌黯然的鬼才导演交换资源,拦截新人的资源。 这故事过于劲爆,热度一路高涨。 再加上,我消失已久,突然以这种方式登上热搜。 便也有不少人猜测,我这两年到底去了哪里。 很快,有人跳出来爆料,他之前在国外遇上过我,在医院。 紧接着,不断有人爆猛料,关于我的猜测,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。 唐岁跑到国外躲起来生子,而生父成迷。 卧槽,这种破鞋沈尹贤都看得上。 楼上的,姓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,配一对。 你们有没有想过,孩子就是沈尹贤的? 他们肆意一吟,事情的发展越来越离谱。 我和沈尹贤被钉上耻辱柱。 梁白威收获满满的同情,人气暴涨。 田女士的手机不断响起,她接了一个又一个媒体打来的电话,最后索性关机了。 梁白威是不是疯了? 她代资禁组悲剧,反过来倒打一耙,引导舆论造沈尹贤和我黄瑶。 甚至拿我吸引的那两年做文章。 这波操作,足够恶毒,但也不聪明。 我合上手机,冷笑,她这是在作死。 沈尹贤是导演,她要用谁,哪来内定之说。 梁白威这番操作,气势出了,也得罪了圈内一大票导演制作人。 谁还敢他?人家有人撑腰,怕什么? 田女士阴阳怪气,我不置可否。 私匪的恩宠,给也随意,收也决然。 梁白威真的很蠢。 我和田女士一致决定先按兵不动,自证清白的陷阱,我们不跳。 献给她的官博迅速做出反应,发出一则声明。 意见掩盖,自自犀利。 他们否认邀请梁白威侍静,毫不留情指出她以代资禁组为由,强硬要求内定女主。 他们团队以及沈尹贤本人,都绝不接受以内定角色为由的投资。 道貌黯然全色交易的明导,眨眼就成了不被资本左右高峰亮节之人。 打脸来得太快,吃瓜群众傻眼了。 声明发出没多久,一个梁白威泼我咖啡,叫嚣她男朋友是投资人, 而她是内定女主的视频迅速传播开。 这一看就知道是谁在操作。 风向在一夕之间转变,梁白威成了众矢之地。 大起大落来得太快,我的粉丝扬眉吐气,破案了。 这是一出冒牌货试图取代正主而编排的戏码。 不是吧,不是吧,她是不是以为大家叫她小堂碎,她真有资格和堂碎叫板了? 影后内定抢她的角色,笑死,梁白威配吗? 这一通闹剧下来,我反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。 掌粉几十万不说,星热度指数还在不断飙升。 田女士笑得何不拢嘴,感谢梁白威老铁送来的助攻。 第二天要进组,晚上我早早睡下。 半夜梦醒,落地窗外夜沉雪虫,窗玻璃萌萌昏昏。 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不停震动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突兀。 我没想到,是司斐。 上一次不欢而散后,周锦倒是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 司斐跑去赛车,不要命事地玩,谁劝都没有用。 她东扯西扯后,总算切入主题。 嫂子,我知道当年的是匪哥不对,你了解她的脾气,她不是真心的,你走后,她发了风事地找过你。 要不,你和她服个软。 我好笑得挑眉,你不觉得荒谬吗? 不可能的是,她何必要说? 我再也不会哄她,更不可能再低头。 周锦叹气,你们都太倔了,谁都不肯先低头,可感情这事,本身就是没有输赢的。 我顿感烦躁不已,周锦,我从来都没想过赢。 她噎了一下,不说话了。 似乎她身边熟知我们的人,都理所当然地认为,我和司斐,永远不可能真的断了。 而我和她不过是在较劲,等她低头服软,我便又会一无反顾地投入她的怀中。 很难讲,或许是过去的我们爱恨过于轰轰烈烈,让她们产生了致死不渝的错觉。 我不知道。 司斐迪亚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拉回。 我茫然问,不知道什么? 她针对你做的所有事,都不是我的意思。 顿了顿,她音色愈发晦涩,还有知意,她没经过我的同意,偷偷带了。 我想起拍卖会那天,难怪她看到梁白威手腕上的枝翼后,脸色会那么难看。 从始至终,我都是想要拍下来送给你的。 哪怕她已经很努力地克制情绪,我还是听出了她破碎的妥协。 她真的在服软。 我没有感觉到一丝痛快,反而心生怅然。 真爱过的人,从不计较输赢。 我平静地轻生,都不重要了。 无论是梁白威,还是知意,亦是思菲,都不重要了。 重要。 思菲沉沉落声,倔强地重复,你的一切,对我都很重要。 她向来执拗,我说什么,似乎都没有用。 索性沉默了下来,我们都没有说话,通话时间不知疲倦,只增不减。 而我们之间的情和爱,逆向时间行走,最后都归了灵。 这两年,你都发生了什么? 思菲忽然问。 我随意地言语,你该不会也相信网上那些传闻了吧? 梁白威虽然道歉了,但我被这一波舆论带回公众视线,讨论度居高不下。 特别是关于我消失这两年的猜测。 之前有人发出我在国外就医的照片,难免有人猜想,我可能是偷偷躲起来,生了一个孩子。 这种捕风捉影的事,旁人信了也就算了,思菲不至于。 说句不正经的话,我有没有怀,思菲最清楚。 我不信。 思菲隐忍着,仍有些忏意,你是不是病了? 我无端一致,有些带着痛的往事似有破土而出的趋势。 很快稳住心绪,我说,没有。 话筒里突然传来思菲急促的呼吸声,他的情绪起伏巨大。 我们曾在无数个日夜,侵略过彼此的每一寸肌肤,把两颗心赤裸拨开爱恨深沉。 纵使我撒了谎,也骗不了他。 他在南字池,梗塞问,堂碎,我是不是把一切都搞砸了? 电话挂断,世界归入无边的寂静。 寒冬的夜,我心绪有点乱,难免想起从前。 两年前,也是在这样的冬夜,照他服软的话,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。 思菲,我们不吵了好不好? 我病了,医生说挺严重的。 抱抱我吧,我很害怕。 是啊,那个时候脆弱到了极致。 怕死吗? 我在十六岁那年就已经学会坦然地走向死亡。 可爱上一个人,真的会惧怕死亡。 那时候真是傻呀,总想着,要是我死了他怎么办? 所以,只想回到他的身边,哪怕他只是抱抱我,也能抵消我所有未来面对疾病的苦痛。 可思菲说,我要不要一个女人,还需要理由。 那晚离开的路上,我反反复复想到四个字,真是傻呀。 想着就笑了,笑着又哭了。 已经走出那晚很久,每每回头往那一路看一眼,我仍会失了眼眶。 所以呀,我和过去诀别,也告别了思菲。 进组后,我忙碌了起来。 沈尹贤是个追求完美的人,每一场戏,他都要反复严苛地抠细节,没有百分百满意,绝不停手。 族里每一个人都精神紧绷,不敢有丝毫松懈。 想想刚进组时,一群年轻演员因为得到沈尹贤的青睐,满面春风都有些飘飘然。 这短短两三个月下来,一个个跟被丢进部队军训了似的,别说飘起来了,就是脚踏实地站地上,那都叫一个溜直。 我久没有拍戏,开始时也不太适应。 但沈尹贤特别擅长引导演员,他严肃苛刻,却从不急言力色,寻寻引诱耐心十足。 所以,虽然他把每个演员都逼成了钢铁战士,却没人有怨言。 就连田女士来探班,看了我一场戏后,都对沈尹贤赞不停口。 他打趣道,你真的走运了。 你合作过这么多的导演,也拿过奖。 但是,我敢肯定,沈尹贤绝对是你毕生最好。 有这么夸张? 当然了,你的演技被他发掘到极致,而且说到这,他忽然语带暧昧。 我发现,他镜头下的你,美得惊心动魄。 你们不像是第一次合作,倒像是他对你注目久远。 我哭笑不得,沈尹贤是个好导演,仅此而已。 免得他再胡扯,我连忙补充道,再说,我不是一直都很美。 美得你。 临走,他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。 对了,我听说,梁白威闹自杀了。 我亚然,什么时候的事? 具体不知道,消息被压下来了,只听到一点风声。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思菲。 梁白威闹自杀,估计是因为他吧? 是那位的杰作吧? 田女士也想到了,梁白威还是太贪心了,不清醒,自食恶果。 我轻叹声,人没事吧? 小姑娘吓唬人的把戏,倒不至于真闹出人命。 不过,他欲言又止,我却明白了,他算是把自己的路给断了。 田女士点点头,没再说下去。 有钱公子哥花钱找乐子,梁白威还当真了。 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威胁,得不到垂帘,反而会毁了自己。 没有人会让一个女人,污了京圈二世祖的名声。 思菲的宠与爱,是恩赐,也是杰。 最后一场戏中场休息时,我刷到了梁白威的热搜。 她的经纪公司发出公告,即日起,暂停梁白威一切演出活动。 梁白威被血藏的消息,登顶热搜第一。 倒不是因为她的咖位有多大,而是有人顺头摸瓜, 扒出了她那位身份显赫的神秘男朋友。 思菲和梁白威同框出现的次数不多,那次慈善拍卖会算是头一回。 但当时媒体碍于思菲的身份,没敢放料, 所以到现在才被神通广大的吃瓜群众挖出来。 京圈二世祖和女明星的瓜,染上豪门密纹的色彩, 没哪个吃瓜人不爱。 有人爆料,梁白威之所以被血藏,是因为惹恼了一个大人物。 顺着这条线索,很快就有人推敲出来, 既然有这么厉害的男朋友,梁白威怎么可能会被血藏? 答案只有一个,梁白威惹恼的,就是思菲。 吃瓜群众热血沸腾,硬生生脑补出一个豪门公子哥因爱生恨的故事。 我兴致寥寥,正好有人过来提醒,唐老师,开始了。 最后一场戏,沈尹贤依然没有半点松懈。 直到傍晚才结束,刚拿起手机,田女士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 碎碎,你和思菲的陈年瓜上热搜了。 我懵了,这是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。 你先去看看,热搜压都压不住。 我花了三分钟的时间,吃完了自己整个瓜。 事情也很简单,就是在吃瓜群众认定,梁白威是因为豪门公子哥由爱生恨被封杀时。 有人出来打脸,知情人,梁白威连评,剃都算不上,扯淡得由爱生恨。 这番言论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,纷纷喊话,让他拿出证据。 然后,证据就来了。 一个小视频。 嗯,还是不太正经的视频。 深夜无人空旷街边,路灯沉沉缺缺,我盛装明艳,抱着手倾下身子,凝目望着侧身坐在跑车内的思菲。 像是在闹脾气,思菲威仰着头,魂不领勾起唇,一只手探尽我的大衣,把人往身上一带,深深地吻了上去。 我看得心肝直颤抖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,我都想不起来了。 竟然成了铁证。 小视频附带那位知情人的解说,青梅竹马,在一起七年,两年前分手了。 铁证面前,不由人不信。 这一回,吃瓜群众更来劲了,直接转移吃瓜战场,把我送上热搜。 庭论区都封了,甚至还有人给我和思菲起了个CP名,岁月如菲。 落魄千金和他的京圈二世祖虐恋情深,妥妥的小说照尽现实了。 替身文学真的很恶心,但岁月如菲必确实挺意难平。 救命啊,有点想磕怎么办? 我默默退出微博,看着马路边的路灯,放空思绪。 以前自尊拉着人,千方百计,藏起这段感情。 有一次思菲火了,和你在一起,时时都像是在偷情。 你打算玩到什么时候? 是的,他用了一个字玩。 或许他也是从那时起,开始质疑我的真心的吧。 他应该也没想到,这段感情最终仍然全民皆知,却是在我们分开之后。 我自嘲地笑了笑,收起思绪,准备往回走。 一转身,看见沈尹贤立在树下。 不知道来了多久,眸光沉静看着我。 回酒店。 我点了点头,和他并肩往酒店走去。 三个多月的相处下来,我和沈尹贤除了在戏份上有交流,闲少有其他交集。 他是一个挺有距离感的人,我也不是个话多的人,所以一路上都很安静。 倒也不觉得尴尬。 出电梯零分开时,沈尹贤突然问,会遗憾吗? 我的脚不顿了顿,没想到他也会对这种八卦感兴趣。 想了想,我轻摇头,不知道。 会不会遗憾呢? 我从来都没想过。 沈尹贤垂下眼瞼,微微点头,走了。 杀青燕,沈尹贤没有来。 和我演对手戏的男演员,早在沈尹贤第一部戏就合作过。 他似乎喝得有点上头了,挪到我身边和我说悄悄话,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。 说着,他还激紧地环顾了一圈四周,似乎要确保没人听见才敢说。 我被他逗乐,说说,是什么机密? 他拢着手凑到我耳边,神导暗恋你。 我下了一个机灵,手里的酒没端稳,洒了一些出来,打十一斤。 有这么惊讶吗? 我喝了口酒压压惊,的确挺吓人的。 你不相信我? 他眼神忧怨,慢吞吞地说,三年前,我在神导的第一部戏里有个不大不小的角色,拍了挺久的。 见他轻弹的欲望这么强烈,我也没插话,静静听他说。 那时你可火了,满大街都是你的广告牌,在我们酒店楼下就有。 好多回夜里收工后,我都看见神导久久站在你的广告牌前,看着你的照片出神。 唇齿间酒未弥散,我觉得我也喝醉了。 不然怎么会听着他的酒后醉语,还听出来些许怅然。 我自嘲得摇摇头,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? 被香槟打湿的衣巾瞧得我难受。 我借机起身去更衣室换衣服,躲开他的絮絮叨叨,换上干净的衣服,头一阵晕眩。 我索性不出去了,我在更衣室的沙发上小气。 迷迷糊糊间,听见有脚步声传来。 以为是小助理来接我了,我难受得嘟囊,背背,我头晕,想着再赖一会缓缓的。 一双手从身后倾按住我的太阳穴,指腹打着圈轻轻揉动。 这触碰太过于熟悉,我舒然睁开眼睛,不远处的视衣镜里,映出思菲的身影。 瘦了,腰背依旧挺得笔直,只是人消沉了许多。 往常张扬招摇得意气不在,眉眼间脸了忧郁。 我侧过头,躲开她的触碰,你怎么来了? 思菲答非所问,我把所有的事都处理好了,她永远不会再在你眼前出现。 我心情复杂,没接话。 你相信我,我真的没碰过她。 思菲的声音干涩,我就是太想你了,她在跟前陪我说说话,我就觉得你还在我身边。 我轻易就想到了以前,和思菲吵架的场面。 似乎她总觉得,只要她和那些姑娘不越举,我永远都能接纳她。 该怎么和她解释呢? 我和她之间,从来不是因为梁白威。 以前我会吃醋会难受,是因为爱啊,眼睛里揉不尽一粒沙子,所以长红了眼。 思菲绕过来俯下身,双手撑在沙发背上,把我圈在她的影子里。 她背着光,阴影浮沉在眉目,眸底四隆了深深的忧郁阴霾。 唐碎,你回来好不好? 距离太近,鼻息间涌入她特有的炙热气息。 似在眼前,似在遥远。 倘若是以前,我必定要乱了呼吸,红了脸。 可现在,我只是静静看着她,没有躲闪,没有回应。 我甚至有点想笑,倒不是得意,而是创然。 我的爱已经终止,而她却刚到高潮。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,我一定会回来? 我眯起眼,望近她的眼睛。 有灯火过窗,一刹那落入她眼底,有薄薄的光炼焰。 她说,我没想过和你分开。 从始至终,思匪似乎对宿命有过深的执念。 我和她有那么深的羁绊,她总有恃无恐,我理应永远不会走。 可这一生,短暂也冗长。 有人来,有人走,才是常态。 到底还是有点难平的,凭什么她笃定我不会走,就可以那般轻慢。 心间冒出点报复人的坏。 我微笑着抬起手,抱歉,你来晚了。 左手的无名纸上,带着一枚仿真钻戒。 杀青燕刚开始时,饰演男主小时候的小演员扒拉着我不放。 不舍得我,哭唧唧地把道具钻戒往我手上套。 碎碎姐姐,等我长大了就娶你。 临走,还三步一回头,泪眼汪汪叮嘱我,你一定要等我。 我很是感慨,没想到平生第一次被人求婚,对象是一个小屁孩。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,反正我看了看戒指,没有摘下。 丝匪浑身一僵,却很快看穿我的谎言。 假的。 他拉着我的手,去脱那枚戒指。 我没有反抗,由着他来,钻戒的确是假的。 但我不要你了,是真的。 我把两年前他说的话,还给他了。 明明我的手和戒指是留有缝隙的,丝匪的手在发抖,好几次都没能把戒指脱下来。 他极力隐忍着,唇角紧绷,脸色苍白。 固执的一次次试图把戒指从我的手指取下。 戒指是取下来了,他整个人却像是突然被卸掉了全部的力气。 整个人往沙发上倒,仰头抵着靠背,双手抚住眼睛。 嗓音模糊破碎,堂碎,我要你,只要你。 丝匪真的变了,收起了大少爷一身的蓝羽旺,和灯红酒绿做了割裂。 我偶有在财经新闻见过他几次, 俨然已经是眉目清冷的沉稳贵公子模样。 哄人的花样倒是依旧多, 他不厌其烦地做着讨我开心的事,小心翼翼地让人不忍。 丝匪,不要这样了。 我叹气,也坚定。 他落寞地点点头,好。 转身时,又忍不住回头,我会一直等你。 我不去细想他话里有多少真伪,只当他又和我开了个玩笑。 丝匪过分执着,连温书都忍不住为他说话了。 他踢了一身傲骨,浪子回头,你不考虑考虑。 我只笑不语。 温书却都明白了,颇遗憾地叹了声。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,献给他提上档期。 宣发紧锣密鼓进行,我和沈尹贤有过几回同台。 电影供应那天,正好是沈尹贤的生日。 一群人张罗着要去他家里给他庆生,沈尹贤看起来心情不错,也就同意了。 人多,准备起来也就没多费劲,该有的一应俱全。 有人推着蛋糕出来,启哄着让沈尹贤许个愿望。 估摸着是怕沈尹贤不高兴,跟他很久的助力在一旁阻止。 你们别闹了,沈岛从来都不许愿。 启哄的人群刚要消停,沈尹贤微微汗手。 好,马上,有人熄了灯。 偌大的房子,只剩下蜡烛摇曳的灰光,照得人影绰绰。 所有人都安静地看着沈尹贤,等着他合眼许愿。 他却在这时侧头看我,目光专注,堂碎,碎碎平安,得碎所愿。 我在众人意味深长的注视下,迎上沈尹贤的眼眸。 恍惚间,我似看到了他在我的广告牌前驻足,投向我的目光。 很微妙,有连衣荡漾过心头。 沈尹贤神色自若转过头去,其他人也心照不宣地没有探究这次暧昧。 切了蛋糕,众人纷纷落座。 分明是刻意的,把沈尹贤左手边的位置留给我。 我穿的裙子短,坐下有些不适,只好不动声色用手压紧裙摆。 周遭热闹声声起伏,有人靠过来和沈尹贤说话,他目不斜视听着, 手不动声色拿起他的外套,搭上我的膝盖。 人声鼎沸中,我想起思菲。 那年冬夜,他把我从雪地抱起,气急败坏骂。 堂碎,你是不是有病? 我哭得不能自意,思菲,我爸爸不要我了。 少年把我裹在自己的大衣里,我听见他胸膛震荡剧烈。 堂碎,我要你。 那时真的没有安全感啊,像濒死之人抓住了浮沫。 如果你说谎了呢? 他低头久久看我,泪光中, 我看见少年的眼睛,轻亮郑重。 他说,那就惩罚我,永远失去你。 我是记性那样好的姑娘, 她的每一句承诺,我都记住了。 所以,思菲啊, 惩罚你,永远失去我。 天窑。 太子惩罚我,永远失去你。